有个YouTube很厉害的说 赶着中原施永青 紧急突发 上海市不知道推出什么文件 打击地产中介 中共要中原地产倒闭 很多政府都还是很喜欢我们去他们那个区做生意的 比如在一手市场 我们都还有一定的地位 没有 好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快没订阅 如果他想着我很快没订阅他就会失望 欢迎大家收看最后一集的C对话 为什么最后一集呢 大家看到YouTube 有个YouTube很厉害的说赶着中原施永青 紧急突发上海市不知道推出什么文件打击地产中介 中共要中原地产倒闭 很厉害 两天十几万人来看 然后因为我有拍片的我一看就知道不是 不是啊 假的 不过不要紧 但是老板真是这次是最后一集 我们问一下他是不是快要收拾了 C老板 你好 最后一集就在这个节目就最后一集的了 因为实际上一个我就一早计划退休了 另外就退休前都最近内地的业务要我关注的地方是多了的 但是就不是好像外面存中国政府要中原 我们在内地虽然不是和政府打很多交道 但是很多政府都还是很喜欢我们去他们那个区做生意的 我们是交税大户 知不知道什么叫交税大户 就是交很多税给政府他们是有奖状颁给我的 还有就是如果我搬去他那个城市 或者他那个区做生意的话 他很多优惠给我的 他就可以跟我去一些发展商那里 跟他说喂 我们想施永青这间公司来我们做生意 你租个写字留给他 发展商和政府很多交国的 说要申请土地啊 这些臭条文啊 政府出道声呢 多数都会适合我的 我试过在一个城市不讲哪里 我有整两年的免租期啊 不用我交租啊 叫我去 免租期都是租金省点而已 有退税奖啊 就是你去他那里 因为大陆那些税分开有地方税 和中央收的税 那我们是交税大户 去到他那里就会交很多税 交税呢 他就会有税退回给我们的 哇 退税都七位数字的很多时候 所以那些有些人在网上说 政府逼死我 政府就逼不死我 政府想做的事 譬如在网上提供的平台 让一些业主可以自让 或者可以自己去找楼 这些呢 香港也有人做了 香港有几个网站一开始都是说 为业主自让提供一个平台的 但是如果没有经纪人在专真引识 你直接找业主是很难成交的 因为业主遇到新客 大部分都是开天杀价先的 那你有排都没摸到业主的底线 你的谈判率有排都没埋到 但是经纪上一个客人就和他谈过 所以已经知道业主最新的生态 所以经经纪做促成的机会是大过自己谈的 那上海 以前我初初去上海 做差不多有20多年前 上海的房管局也试过搞过一些这样的平台 但是也不成功 所以你说政府提供这些平台 是不是对行业很大影响呢 对行业影响是整个互联网时代 很多新的科技说可以去中介 另外就是资金充裕的年代 现在很多人说的股票就拿了很多钱 拿了很多钱就他在市场上销 就令行业越来越难度 那这些是QE才会出现的 譬如我们的主要对手贝壳 如果他是30年前在中国想搞那一套 当时中国都没有资金积累 哪里会找到人去投这些公司 那现在又到处钱多利息又低 那他才容易拿到钱容易去试新东西 那这个是时代的转变 那我们这种其实是传统的 透过卖商品卖服务去赚钱的公司 其实我靠卖服务一定要消费者认可才做到的 不可能长期靠押的 那但是他们赚股东钱 我不敢说他靠押 但是你见过很多公司都是上市头那两年 还是威势很快就打回盐形了 就是他们只是将自己最漂亮一年 在上市的时候展露一下给你看而已 最后就反而交不了功课 那我们走不同的路 那我相信为消费者服务 争取消费者支持是一个长远有得做的 靠讲一个漂亮的故事要市场浅多 要刚刚有些新科技 给你可以扮一下东西吹一下水 但是试多了之后那些人就知道很多事情都要脚大脱地去做 那我们在内地譬如在一手市场 我们都还有一定的地位我们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在二手市场 透过网络 透过互联网 或者他们宣称拥有的大数据去进行竞争的 那这方面我们的新的生态环境下是竞争得辛苦一些的 但是我们公司基本上和大陆公司最大的不同 我们是财政健全 我在内地基本上是不借钱经营的 是用自己的公司经营 所以我们就会说 好像有些发展商有债务危机 我们的危机是人家欠我的债太多 就是发展商有债务危机就没钱赚钱了 就是这个就是应该本来是人家的危机 他没有钱就连我 但是我就没有欠人的钱的 所以我们就轻装的 明白 没有好像你刚才说 是不是快没有订棋 如果他想着我很快没有订棋 他就会失望 其实在这里很简单和大家解释 可能就是观众不明白 就是我看到有些 司老板一定是唱好自己的行业 那我是一个主持人 其实我知道这些人说什么的 其实在内地好几年前就实行了 是可以网上来到业主放盘 买家自己去买的 但是已经不是实行 已经实行了几年的了 但是不成功的原因是 就是刚才第一次司老板解释 你又不知道底价 跟着其实买买是很复杂的 不是买楼都是比方说的 这么多百万的楼 不是买个电话买件衣服的 就是有很多的手续很繁复的 你没有中介其实很容易做到 所以为什么呢 拾了几年其实不是那么成功的 所以这个YouTube用这个项目 纯粹是吸引眼球的 那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高度的说话 不过司老板还没回答我刚刚第一个问题 我的第一个问题 大陆是不是很不行 我们下一集司老板 我们下一集再说 谢谢 谢谢